著名的《時代》雜誌這兩天公布了 他們的2023年百大人物特別報道 因為我看《時代》雜誌看了十幾年 所以我知道他們這個百大人物有個特點 就是會盡量找名人來寫名人 比方說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 這篇文章是找網球天王費德勒來寫的 那海萊塢影星Colin Farrell 這一篇則是找來著名的女影星Niko Kimman來執筆 從名人的角度來看名人確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今年的《時代》百大人物 有兩位華人特別吸引我的關注 第一位是彭麗發 這個名字您還記得嗎? 其實他就是去年10月 在北京四通橋拉橫幅放廣播 來抗議習近平的彭仔州 當時中共就要召開20大會議了 但是彭麗發卻在北京市中心掛起了橫幅 橫幅上寫著六個震撼人心的經典訴求 不要核酸 要吃飯 不要封控 要自由 不要狂言 要尊嚴 不要文革 要改革 不要領袖 要選票 不做奴才 做公民 後來彭麗發被捕之後 就消失在公眾的面前 但是彭麗發的四通橋抗爭 卻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掀起了 反抗中共暴政的勇氣 不但在中國各地 有許多民眾到處張貼這些訴求的標語 後來在11月底 中國各地還爆發了浩浩蕩蕩的白紙運動 來抗議中共嚴酷的動態清零政策 草菅人命 好 彭麗發的勇氣和作為 讓他入選時代百大人物 我覺得是實至名歸 雖然他目前下落不明 但是彭麗發卻讓我們看見了 幾個重要的趨勢 第一 雖然習近平壟斷了大權 強行三連任了 但是中國人民對於中共政權的高壓專政 壓迫百姓還有施政錯誤等等 已經到了越來越難以容忍的地步了 那只要有像彭麗發這樣的 四童橋勇士出來抗爭 就會帶動更大範圍的群眾 有勇氣站出來抵抗中共 第二 中國的民間抗爭和群體事件 是一年比一年更頻發 那中共的維穩人力和維穩資金 已經是越來越難應付了 那中共官方曾經公布過 在2007年的群體事件有十萬多起 那平均每天就已經274起了 只是絕大多數都不會出現在媒體上 所以從2008年開始 官方就不敢再公布這個數據了 但是根據海外媒體的估算 2020年中國的群體抗爭事件 應該超過26萬起 平均每天發生730起 雖然這不是個太精確的統計 但是中國的抗爭事件肯定是大幅增加的 所以逼得習近平最近是不斷地 召喚毛澤東年代的風橋經驗 要用地方矛盾自己解決的名義 來動員群眾鬥群眾 好撲滅更大範圍的抗爭事件 同時也減輕黨國的維穩負擔 還有第三 中國人民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抗爭 在過去三年來 中共因為戰狼外交和輸出疫情 已經成為全世界的眾矢之地 全球也都在高度地關注兩岸局勢 以及中國社會局勢的變化 所以今天彭立發才會成為時代百大人物 而全世界也都在密集地關注中國人民的處境與抗爭 所以雖然我們不知道還需要多少次人民抗爭 那中共才會倒下 但是我們知道 每一次的人民抗爭 都是加速中共癱瘓的毒症 都是喚起海內外更多人民 來看清中共真相的照妖精 而人民的集體覺醒和集體反抗 就是中共最恐懼的倒台危機